小英總統力推一力一修縮減工時 現在卻遭到爆料 總統府竟然是最大的血汗工廠 照看網報導 從選戰期間 旗下以耐操耐磨文明 動作快點子多的童子軍 李拓子 張之豪等人 隨著民進黨重返執政 也跟著進入總統府 擔任務長的平勇之役 跟著主子上山下海 每月加班超過20小時的上限 將近50個小時 根據總統府的說法 他們所有的記要人員跟約聘人員 都沒有他媒體上面所說的那一個 就是那個周刊所說的這些什麼 約聘研究員之類的這種職稱 因為總統府位在臺北市 所以有關的這個部分 我相信臺北市勞工局 我們這邊也會去了解 了解部長否認周刊指控 替表妹總統掛保證 但根據周刊網指出 私藝的工作內容 從資料準備到撰寫文稿 記錄行程 以及聯絡各部會00總總 都必須要比老闆早到晚走 甚至有一天工作20小時的記錄 此外就連總統府發言人 都遭到點名 每天應付媒體 超時加班上看一百個小時 當事人不願回應 僅僅通過新聞稿 嚴正博士周刊網 從適用法調到 相關人事職等撰寫錯誤 描寫的工作內容 也與實際不符 我們沒有接到任何來自總統府人員的 檢舉或是投訴 強調未收到員工反應 北市府勞動局按兵不動 就怕周刊網爆料 躺落屬實 總統府不只打臉剛上任的 勞動部長也給全台企業組 做了最壞的示範 藉由阿公 楊 麥章 雨仙 SM小組才報導 總統府不斷